謀顧之憂 立刻下載民眾期貨王 即時體驗全新的期貨交易模式 現在我看到下載民眾期貨王 我已經準備好了 很好玩 今天是12月2日 經常都難讀 12月2日 回來CME全力支持的圖表戰鬥員時間 今天比較早一點 因為待會有重量級的嘉賓來錄影 我們今天終於是12月了 但比早前剩得很重要 那時很剩 今天成交也有670億 上午300多億 320多億 今天下午也做多300多億 加上670億 全日的波幅很窄幅 那收市收什麼呢 26444 2644升了98點 其實它開局上來 今天一開就已經是26470多 期貨開26470多 現貨開多少呢 現貨我都不太記得現貨開多少 今天整得完全不動 期貨開26470 現在叫做按下來的現貨不抄了 反正都是沒有怎樣移動了 好了 下一步是怎樣呢 我相信市場就是要等中美看看有什麼消息出現 而令到我們看到市場會出現一種比較大的波動 今天是Cyber Monday 上個星期五是Bat Friday 它的消程 再看一看 就算是差過預期 但它也算是強勁 對於美股來說 今天的美股一開就叫做開高 它站在高位 但我們港股 大家都清楚了 港股相對地就非常之弱了 好了 看到有人 張德明說 張德明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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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市場就是黑眼 好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分析 32分鐘後 德國製作PMI 主要就是它昨天財新推出的PMI A股 推出得很漂亮 51.8% 不過財新的東西你就聽一點 財新是醒目的 一定會推出得好一點 但是A股最多都是打彈上去 2900也做不到 一會再跟大家看 英國也有個Manufacturing PMI Forecast是48.3% 接著是ECB ECB President 那個拉加德 拉加德說話 看看拉加德說什麼 接著今晚 我們香港時間11點鐘 又是Manufacturing PMI ISM的Manufacturing PMI Forecast是49.2% 上次48.3% 是不是一直都繼續好 究竟美國的經濟是溫和强勁 還是怎樣 減息 你是預算了 不能減息 明天澳洲 澳洲維持利率不變 應該是沒有特別的了 好了 去看圖 我們看到黃金 今天我在東網上也說 這隻金 上個星期這樣 上來 主要原因是 那半日市 美股偏遠 還有我覺得有點夾倉 那種感覺 他最擅長是 一千四百六十七六六五毛九 但今天又回到 跌了十元的了 由高位 你不要覺得 他又跌了十元 他也是叫做反覆 但你說上升的力度 真的沒有 你看到這隻金 也是叫做受壓 受壓 而一個問題就是 五十元下面 會不會頂到 頂不到 繼續沉下去 但樣子很弱 整個走勢都很弱 然後再看看銀 這隻銀更弱 你看到這隻銀 剛才我想過 不如沽 嘗試 嘗試去沽 16個大 也很雜幅 因為其實 金和銀去選擇 我又覺得 這隻銀的波幅不夠 金多 但金就搓 分別就是 金就搓 銀就槓桿大 但波幅就不大 金就槓桿沒那麼大 但波幅就大些 那你現在這隻銀 也是叫做偏膽的 看看下面的16.65 然後再壓下去 200天線 是下落16.2 看看是否有機會 再進一步跌下去 看看銀 上星期五大跌 你見到它一口氣跌下去 跌到55.02 今天要開上來 開到56.11 暫時來講是企穩了 給它一點時間 要大跌 再等一會 那會不會回到去年12月的情況 銀大跌 而令到美股大跌 那現在暫時借油 就還未大跌 現在就站在那裡 開高 但問題就是 上了沙特亞美的油價 究竟是否會 崩一崩上去 還是市場已經消化了 你都IPO了 然後你上了市後 油價升跌 已經沒有關係了 但在現在技術面上 你見到55也算是頂住了 看看美匯指數 其實美匯也很強 美匯也很強 其實你提到美匯指數 上星期五 曾經做過98.495 縮下來收的 98.2 但現在還在做98.26 暫時來說 都在過去六天左右 相對高位 更何況這些高位 在半日試 上星期五 這些高位 我就有點懷疑了 究竟是真還是假 至於Fx方面 外匯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多利英 繼續迫上去 多利英 做得高 做到109.72 不過109.72 上面有很多阻力位 你看到 100周 200周 200周 是在做109.80 要破這些位 109.80 站上10 上面最大的阻力位 這是2014年 引伸過來 這個可以數到 大概要數到 110.50 但先破了80 因為200周都是阻力 這些都是阻力 這些都是阻力 這些都很強勁 看看它可不可以 因為美元 不是股市 是因為美元強勁 而帶動它上去 至於EURO 就沒有什麼特別 彈了一下 但沒用 它很紮幅 你看看 上星期五 最低落到109.80 最低是否彈到1.1030 都不夠50點 49點 現在在做1.1016 反覆偏遠 只是傻榜 準備來 究竟保守黨 是否會順利成功 可以當選 繼續 暫時的英榜 就要等大選 12月12日 它仍然都反覆 1.2919 至於澳紐 澳洲相對弱 紐西蘭相對弱 澳洲相對弱 反覆偏遠的 正在做6.780 但是它也是在跌勢 裏面做一個 叫做回吐 或者叫做反彈 極其量 叫做反彈 我們看看紐西蘭 紐西蘭勁很多 一直都和大家說 它不減息就很厲害 你看看 6.458 直接跌了上來 早前的高位是6.4 6.7 看看可不可以破了它 然後再繼續上去 至於DollarCAN 我們看到暫時來說 DollarCAN 也叫做1.33 1.328 那些叫反覆 現在正在做1.3283 133.50 穿不到 132.50 穿不到 整天都站在這裏 其實也是這樣 走了6天 7天 8天 9天 走了這麼多天都停在這裏 沒有特別 去看看股市 去看看DAS DAS DAS是沒有什麼用 又是不動 你現在在做什麼 133 已經很厲害了 頂著10天線 已經很厲害了 可以爬上去 132.98 那期貨 我們香港的期貨還未收 24688 都叫做 因為外圍 叫做靠穩 叫站穩 暫時來講 至於美期是怎樣 美期是怎樣 美期就要等今晚 Cyber Monday 看看他怎樣 不過他開得厲害 他也厲害 現在正在做2.179 你想一下 歷史也是2.173 直接繼續保持著 在一個叫做歷史高位裏 還未轉身 完全未轉身 仍然保持強 看看S&P S&P 不是說315 究竟315 破了沒有 現在正在做315 5.88 你說 完全是強勁 繼續保持向上 那你怎樣擋 不可以擋 上星期五 半日市 按了一下 最厲害的到39 但又沒有了 今天開高 是否因為 Bat Friday的銷售 禁銀節 成績非常理想 今晚如果Cyber Monday 都是做得好的 美股仍然會繼續上去 一定要等他轉身才能顧 你不轉身 他繼續上去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顧 看看NQ NQ也是一樣 上星期五半日市 由845 8跌到847 但今天又上升 8449 就在高位橫行 暫時來說 外圍仍然在強勁的走勢上 仍未轉彎 我們不可以說他轉彎 所以看到 DES DAO NQ NQ S&P 全部都站住了 休息一下 關注一下 諮商所微信公眾號 接著我們回來 看看亞洲市場是怎樣 好 期貨收了 期貨收了 264.88 如果今天 今早開始 264.70 升到18點 必翻好些 也有些力 但問題是 整體上 會不會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 我們看看A股 今天A股 因為昨天 星期日出了財新PMI 而令市場 進一步向上 進一步向上 可以令A股 今天 更好 他今天開始 287.4 升到288.8 但是力量不足 我們一直都說 上面的阻力位 你遇到 291 早前291 做到支持 然後踏上去 291做好支持 然後踏上去 死不穿 那麼你現在上面的阻力位 極其量最厲害 都是291 298 10天線 我又看現在暫時來說 A股仍然是受壓 A股仍然是受壓 仍然是很弱 仍然是很弱 暫時來說 都上不了 是港股 你說港股有沒有上 我覺得它有得 我覺得它是 但是並不是上 今天其實它叫做 開高 開高之後 264.70多 開高之後 它最厲害 上過2651 但是 接著又下來了 但是它今天 很小波幅 很小波幅 它在現貨價上面 都叫做 走回一支陰燭 但是 仍然都是在 上個星期五 那支大棍裡面 中間 現在暫時來說 勢還未轉上 但是它有權 夾高 這些圖 是有權夾到 五十天線 甚至乎更高 但是你說要破 上十天線上面 二六七 五樓上 這個有點困難 好了 十一月就完結了 十一月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你會見到 九月升 十月升 十一月做完頂 墜下來 整個小小 就不好 問題就是 現在港股下面的支持位 究竟穿 還是不穿 短線來說 下面的位 大概是 26308 263 前個星期最低 26306 上個星期最低 26308 下到263 就頂住了 短線來說 這個的確是 現在我們看到的短線 我也跟節奏員說 你要大力點去插 或者追插 你穿了263 你不穿263 沒有 穿了263 我們去看 下面的支持位 其實這個支持位 26150左右 剛好就在Widley上的200周 其實最重要就是 這個位 這個200周 如果穿到的話 我們會有機會挑戰250周 250周 就說到很深 25687 其實去年12月 也是這樣的 去年12月 也是由12月頭 大概升到27260 接著一口氣跌到250周 在24896 現在它就沒有彈升 上個星期就算是開高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究竟美期跌不跌 美期不轉彎 當然當它是頂住的 但是A股弱就會拉 我們說的 就是這樣 美期拉高我們 intraday就拉低我們 令我們反覆 但是股市很安靜 相對地股市很安靜 我覺得先小一點 我也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現在 在這裏 不夠防守力 夾爆了你才下降 停在中間 其實說壞些 過去一段日子 都還是在Wing前面 由11月12日 都仍然 都還未離開過 都還未離開 你看到那個W 可能都還寫著打橫 都不穿 暫時都不穿 所以變了overlight Day trade 你今天都可以 叫做 短一點 但是overlight就很難做 至於各紙 各紙都是 我們看到 其實它穿了 從今年年初 不是 8月份 全年低位9731 引伸過來 上星期五穿得厲害 很厲害 一穿了104.24 直落 插到102.82 現在開高 叫站回點 但是暂时来说这种东西也不容易上104.38 甚至是10天线105.36都不行 最理想当然是来到线这些地方去开 去开淡仓104.30才去开 你用10天线来做stop就可以了 它是有权弹的 所以我认为恒生指数也有权弹的 但是要弹到上268楼上 这个就非常困难了 你会有权夹,有权夹仓,有权弹出去 但是扭转向上就很困难了 好了,接着去看看股票 跟大家去看看股票问题 其实有些股票今天开始都转转地下来 是3008楼上了,叫做站住了 但极其量也是站住了 我们又看不到它出现一个叫做向上 甚至乎我们见过几只大东西 例如1299楼上 1299楼上 1299楼上也是不太好 开高了,又是坠下来 也是不太好 intraday不太好 甚至乎中银 中银香港 2388楼上 为什么这么差 今天有人问2388和3988 2388这么差 但是5号又不是很差 5号是顶住了 11个别发展 5号是顶住了 暂时开高就顶住了 11就弱了 个别的 真的是个别 真的是弱了 其他那些 11就偏淡了 开高之后做不到 我今天又要看一只东亚 哇,这只又是坏得不得了 哇,不断在那里滑 什么时候 你看,哪有好过 你看 真是恐怖到不得了 你看2018年 当时是做了三十几元 哇,你现在没有了一半 股价没有了一半 都不知道怎样做 好了,那QS要说什么 好仓过周末 今天走了 走了好了 因为太低了 你拼了个好仓 今天早了家中 不是 不是 今天刚才解释了 因为我们有 重要的嘉宾来做录影 所以给大家避免一些时间 那么 Facebook 我们去看看Facebook 想买Facebook 看看Facebook 但它不算特别太好 其实Foto不算特别太好 早前那些高位 都是会有机会遇阻力的 你说漂亮不漂亮 你不可以说它差 它又在上去 但是你说 因为你怕它不够位 它要再破 除非你看到205元 给多一点点 205元 就是站上205元 你今天站上来 就算现在追找 这些股票 如果用198元来做 停 你都会看到205元 所以变得很短 这里的新很短 竹新很短 所以风险高 风险高 直拨率就不算特别太高 然后我们去看看其他股票 好吗 1701元 这股票是什么 这股票真的不懂 豪子股 这些都是庄家股 慢慢砌上去 你持续它 不就持续它 看看可不可以用20天来做stop 5号 211元 来做stop 继续看上去 接着我们看6189 6189 爱德威建设集团 又是这类型的 这些又是不懂得看 这些持续了 又是 你有的 不就是持续它 那股票是在这 拉紧上去的 那股票是在这 如果你有兴趣持续的 你便用10天线 刚才1701 不就用20天线 去stop 不过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权去看 就是走多远 你想想这股票 由5元升到25元 你有少少少追捕味 你追捕味不是不行 我没有说不行 不过你在持续紫舌 在持续紫舌 你让它持续 你让它持续 就是万一持续 不要接火牌 几大都要剁 剁的话 用10天线剁 好了 帮我拉一下拉下 但是看不到问题 好吗 导演 导演麻烦你 是的 接着 领了民众的事 今天早开场 有什么领事呢 看看先 用远红100天线 紫舌合理 你妈都可以的 不过很远 它会刺 那变成了你的注码 其实应该要做小一点 应该要做小一点 因为它会有权 有机会去杀的 过往经验 鸾伤会杀牛培红 但是又想清一色 你不认识 不认识 这些 不认识 不认识 1843快餐帝国 是什么来的 不认识 这只 一出生的时候 1.19 跌到完全没有心跳 以为死了 突然间弹了一棍上来 弹到上来 这只什么鬼股票 10月23日没有上市 一上市之后就跌下去 那你现在不用想的了 你要爬上1.19才能够回 这些由1.19 一跌下去 没了一半 没了一半 你走来买它 那买得去哪 去回哪 你想 有时候股票没得碰就没得碰 你就是要碰 波斯登都是这样的 跌起了 但是我们需要它再跌 这棍的极其量 我们现在暂时来说 当它反弹 当它反弹 上个星期的高位 40.5 还有早前那个是4.1 4.1 看一看 这里是40.5 这个是4.1 是爬上去就好了 爬上去就好了 但是它最坏还没得到 还没爬上去 力度不太足够 让它再举一个棍 上多一下就好 你影业 跌一跌头 但是这个东西很坏 这个东西很坏 你当然是跌一个4.2 但是你坐着就预了 你用一个2.5 跌头看看 因为它试过很多次跌头 跌头之后又没有 横行之后跌头 跌头之后又没有了 跌头又没有了 它不大跌了 不过它上不了 没有力 就是这样 今天有些是 这些内房股行得好 11.2 今天跌上来 看看可不可以再承接 这些内房股行得好 19.18都是这样的 19.18都是这样的 用创也是这样的 都做得好 40.08 哇 你看 厉害到不得了 阻力位在哪里 再推上去一定是数到去 大家先看看 这个44.8 它现在的势力也是好的 甚至乎是2007 3333 那些内房股 是内房股 19.8也是跌头的 也是跌头的 全部都跌头 看看可不可以再进一步上去 这些都还可以持有的 7.43是内房股 7.43亚洲水泥 看10天线是否守得住 10.034 守得住会好些 8.23有没有得上去 8.23 80.01 但是它的样子不行 它的样子也是不行 但上去20天 moving average 也是上不了 看完只有66 43.9也是 弹完上去之后 没力了 纯粹过去的过几星期 纯粹是一个叫做反弹 23800不用买 刚才也跟大家去看了 导演 麻烦你 先拉下去 我回答完这些问题 好了 接着347 大户听你的指示 站稳了 但是关于什么指示 幅图是这样 它现在站住了10天线 你拿着来说 你不用想的 2.78刀 大户听不听 我说 刀走你的货 2.78 真的刀了你的话 你就会说大户听 这个节目 刀了你 2.78 停 继续坐 没办法 神仙也救不了 你见到市场是这样的 对不对 697首掌国际 这些是弹一下 这些是一般的 不算太靓 只有一下可以弹 接着我们看看1501 康德来 以下 31.4 但是这只 出生的时候 做的是什么 27元 现在站上来 守住在这里 但差又不是的 你有兴趣买的 其实1501如果你有兴趣 纯粹都是因为基本面 你研究过这些东西 会有机会再上去 如果纯粹说短炒 技术走势看不到 你只要说 他出生的时候 27元 现在保持在这里 那你没有 你要拿着它 都是要看到 出生的那个价 27元 中国燃气也是差 还未好过 继续沉下去 差到不得了 29.3元 这些就不行了 等于有些跌下去 根本都不用想 941 但什么鬼 开高之后 又是坠下去 以为很厉害 59.75元 你别以为今天升了3.5元 其实是开高了 第一口59.75元 坠到59.75元 曾经下过58.85元 上个星期的收市价 还未可以说它叫做升 接着看看1628 宇宙地产 今天走得漂亮 是不是又是那些内房股呢 我们看到 保持的势 这只都好的 这只都好的 它的势都好 1628 不错 2018回 回了一些 走回来 我们看到 瑞星科技 54.1 有些偏远 看看20天线 能否守得住 53.19 她的姐妹花 23.82 也是 有些偏远 看看10天线 能否支持得住 大概是126元 126元 守得住也好 否则守不住 你又要去看119 真是麻烦 麻烦 上了100天线 那便好 那便好 冲了上去 然后它一缩下来 你便走 这些正常的 你赚了这两棍 起码 你怎样都是 profit loss 3690 是否仍然保持在这里呢 我们先看看 今天早上也更好 仍然 没有了 不要买了 差不多了 赚到钱 最简单的 现在落到194元 因为其实 这只赚了 九八八 你可以因为 美股的价值 然后去比较 港股值不值 因为这些 20多元 很高 对于它来说 你看看美股 什么价值 就知道 对不对 然后现在 我不太相信 港股炒上去 而带到美股上去 你爸爸我真的不太相信 相反 来到这些位置 明天再跌穿1894元 算了 放弃了 今个星期开出来 你一不走 不承接 理论上 如果你要上 今天一开出来 再继续炒 但如果它一不炒 对不起 一不炒就不要搞它了 一不炒就放弃了 OK 好了 接着去看看 天然气 天然气做的什么 北美已经是冬天了 还有没有机会上 你看到那么大棍 最厉害就是反弹 上什么鬼 一小都差得不得了 你顶着不跌 已经算好了 不可以这样看的 有时做trade 不可以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来看的 8号仔 4.68元 这只能收下息 大跌又不会 大跌又不会 升就升不到 拗住在这 坐下 又不是很差 1093.1177 最厉害就是反弹 你想它反弹到哪里 1093.17.84元 你想想 反弹到哪里 今天开17.8元 升得了0.04元 站住在那里 有权升的 但是你说要收回到18.4楼上 或者是上周五 跳下来的高位 这些有些困难的 接着1177也就是了 又是很弱的 10元 继续沉底 一没有就没有了 记住这些股票 一没有就没有了 14元 欺臣 欺臣 欺臣是咬住横行 大跌又不是 叫做横行 接着我们看看3383 看看 3383 瓦居乐集团 现在反弹 我们反弹 弹到上去$11元 暂时来说 击器量也是反弹 6862是怎样呢 6862 凯特 这只就一般了 我看到现在是反弹 但是今天有战斗员问 我可不可以做撤 用$35.7 如果你是用到$50 这只有一点转 今天最多都是反弹 但是你又不需要心急 它再跌穿上周的 32.7 你都可以继续跌下去 你现在hold go 你是用$35.7 $35.7可以做stop 一般的 这只不算漂亮 这只 $39.98 刚才说了 好像$39.98 波斯登 说了 看看下面还有什么问题 再回答就OK了 好吗? 导演 麻烦你 然后3690回答了 Tesla 你问这么多只 我回答不了你 我就抽 Tesla 看看Tesla Tesla 也是不行 在高位一般 墨嘴地 墨嘴地 也是不行的 不行的 那麦当劳 麦当劳的曲是什么呢? 麦当劳 可不可以买呢? 麦当劳 MC MCD 麦当劳 Coporation 你看到 但又不行的 最多都是橫行的 这些细都是一般的 不算太漂亮了 接着 再回答几只 好吗? 平安好医生 1833 你看看 上去都上不到 这些 穿50元 一格下去 就45元 数过出来的 45元 不要买 不行 1833 不行 好 1833 给你看 1833 也是弱价 你看看 它穿了下去 其实它已经不漂亮了 有点偏淡 是欠50元 心理位 顶不顶到 顶不到 就继续下去了 好了 接着 先看看 接着2269 是怎样呢? 2269 2269 咦? 开不了 开不了 接着我先看看 939 939 也是弱的 我们看看 有点 有点 内银股 之前 不是 不顶到市 少少不够力 少少不够力 3988 也是的 你看到 我们看看 1398 1398 等等 少少不够力 内银股 没有了 早前那种 顶着那种力 你看到 内银股 所以 今天 市场也是偏淡 所以 我有点 担心 市场 700 是难做的 完全都不动 上又上不了 下又下不了 又夹住在这里 你要它上吗? 它又做不到 整个周线 它是在按下来 这种 上不了 上个星期 在高位 这样 坠下来 星期五 今天 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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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抽 很难抽 所以 通常都是弱的 但问题 就不太大 接下来 接下来 最后一种 6060 6060 这种也不错 继续上去 我们去看 28.8 28.8 而且它在28.75%至28.8%有阻力 它走得好 还有机会上 上完一级 其实我们早前 想看它31元 它回了一棍 然后做好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这种不错 如果大家有看节目 或者看我 Follow Follow我说 这种不错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再进一步上去 上到31元 就是这样 好了 什么事喝水测呢 今天就这么多 以上股票 我没有持有的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